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 台东县肥胖的比例偏高 有鉴于此 台东县卫生局特别推动了 健康体重管理计划 透过跨领域的合作 订定奖励的办法 鼓励社区、职场、学校等各个领域的民众 纠团来减重 共同学习、聪明吃、快乐动 天天量体重的活动 培养健康饮食和动态的生活 学员们跟着教练摆动身体进行挥汗 甩去多余的罪肉维持健康体态 根据国监署调查 台东县肥胖比例明显偏高 肥胖危险因子成为威胁县民健康的隐形杀手 为此台东县卫生局从民国100年开始 推动健康体重管理计划 推展健康体能提倡动态生活 也透过政府与民间组织跨领域的合作 订定奖励办法 鼓励民众纠团减重 小额捐油 台东县卫生局号召全民一同 响应健康的体重管理 也举办了减重的比赛 那到即日期一直到8月31号 都可以进行报名 报名的地点为乡镇市卫生所 呃 奖励办法的话 我们在卫生所的部分都有做公布 我们会在6月8月还有10月进行抽奖 那减重2公斤以上的话 我们就会有这个抽奖的资格 营养事业建议民众 以健康吃快乐动 天天量体重的方式来进行正确减重计划 维持健康体位 聚当肥胖饭 记者小佳慧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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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